錦柏仁 玉玲昂春喜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来 有请二位 欢迎 我们先打上伞吧 欢迎节目人 欢迎叶昕千禧 我们看到了悉尼 所有热爱电影人的热情 再来一部欢呼声 二位现在在大萤幕上看到你们 越来越多的刻画入目三分的角色 我想问一下 没事 没关系 没事 高兴 电影现在在你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 与你而言是什么 我不知道地位是什么 但是如果不拍电影 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我明白了 听出她的分量 谢谢 这是非常重要 非常之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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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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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之前还听说 说弟弟的话很少 我说没毛病啊 因为年轻的演员 就应该用作品说话 但是今天好像还行 对 我其实就是比较慢热 熟了之后会好一些 那我们现在应该算熟了是吧 算 好 那其实我昨天在 创投大会上就想跟你说 我发现啊 有一个项目特别好 特别适合你 我觉得你可以去演里面的男主角 我可能猜到您说是哪个片子了 当然我觉得 昨天导演好像一直在对您笑啊 没没没没 我昨天观察了很久 他好像一直在对你笑 我觉得也有可能 他是在看着自己手里的奖金在笑 那这样吧 那一会儿颁完这个奖之后 我们两个去找那个导演 我们去问他昨天到底是在对谁笑 那是第一次来吗 对 来first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跟在座所有人一样 就是热爱电影 然后想在电影里面 释放自己的能量 是的 因为真的 因为真的太久没有跟电影见面了 所以能再见真好 然后 今天我们要颁发一个 有一丢丢重的奖项 叫做评委会大奖 为什么说它有点重呢 你看咱们一共 七个评委 今天只来了四个 听说就是争议非常大 所以我认为它有点重 那我们现在就来揭晓吧 获得第十四届 first电影 青年电影展 评委会大奖的是 哈日夫 作者对于世界与未来的感悟 创造出一种平凡的诗意 以朴素的手法 呈现自然的唯美之感 触发最真诚的感动 回归电影的本质 在当下纷繁的电影世界里 带给我们难得的 宁静与善意 请导演上台 欢迎订阅